转回国内 疫情逐渐趋缓 也让许多人开始想出去走走 新北市先前打造城市观光品牌 青春山海线 这次再度在三只潜水湾的芝兰公园 重新打造海上观景平台 不但有57公尺长的波廊长廊 终点更有大型闪亮戒指装置艺术 加上附近的后错渔港鱼具仓库重新启用 才会团队以人工期化的方式 将仓库外观融入青春山海线图样 也让北台湾再新增美丽的打卡景点 大大昏介装置艺术 耸立在全新自然公园海上景观平台 加上57公尺长的水蓝色波浪长廊 新北山枝潜水湾 打造北海岸最美伸展台 如今要点有情人的鸳鸯谱 巴黎爱之船相见 淡水情人桥相练 情定要在三只 新北青春山海线补足中途重要拼图 当然要让情侣们的爱变篇章连成一线 最后要走到石门有一个幸福中 青春山海线 从巴黎战水三只石门金山万年 原线都有非常漂亮的观光休闲亭店 后错渔港鱼具仓库正式启用 还有附近的后错渔港仓库正式启用 搭配手动铁卷门和透光玻璃 导入自然光线 省电耐用又有趣 彩绘人工计划 融入青春山海线的美丽图样 不但跳脱以往仓库样貌 更成为新北市第一座青春山海线鱼具仓库 前早期破旧不堪的鱼具 我们把它转换成 非常漂亮 环保力量安全 以及外观符合青春山海线的美丽图腾 作为一个打卡的景点 新北市将景点打造成新打卡景点 就是希望防疫松磅 游客们都能多来走走 促进地方观光 记得陈文贺黄卫才新闻时报答